他們在做了一輪長子之後,就開始進軍地產界,建了一些樓,其實因為做建築材料就變成建樓, 他主要是搭太平洋電纜,是他的partner,做Copper Wire,生意不小,就是做投資,他通常就搭著太平洋電纜, 這個時候在台灣發達,去到86、87年之後,台灣的地產高峰,他們賣了台灣的東西,剩下兩棟大廈就收租, 第二件事要講湯君蓮的,就是他取了一個明星,就是徐鋒,現在大家的人未必叫徐鋒, 但徐鋒其實是鼎鼎有名的,因為他是其中一部最厲害的武俠片的標誌性作品,叫做龍門客棧的女主角, 龍門客棧的女主角是尚管靈鳳,我講錯了,那時候龍門客棧, 龍門客棧是有哪一個導演的,講到口邊忘記名字,後來他去了台灣,就拍《合女》,《合女》就是徐鋒做導演, 這部電影就拿了威爾斯影展的技術大獎,徐鋒後來就拍了 胡金泉的導演,他就拍了一連串的武俠片,他就嫁給一個男人,那個男人我又認識, 這麼幸運,那個男人又是姓徐的,他那個男人做生意失敗, 台灣很流行的,做生意就退老婆做董事長,老婆就很高興,叫他簽支票, 原來到最後就欠人照,那些支票就彈票,通常都拘捕了老婆去坐牢, 台灣的兇籌支票就會拘捕了,會拘捕了坐牢, 徐鋒結果老公走了,就來了香港, 湯君蓮是他的債主,追追債,發生了感情, 徐鋒了徐鋒,後來還生了兩個兒子, 他又支持徐鋒拍電影,徐鋒拍了那些滾滾紅塵, 霸王別姬,一系列電影, 這個就是湯君蓮,回來香港發展, 他怎樣和何鴻燊搭上了關係呢, 他就去澳門買了一塊地, 他一半就給錢,一半就給股票, 給股票所以何鴻燊就入了湯臣做了主席, 他特意人家利用何鴻燊的名字就給他做主席, 後來湯臣就牽入一連串的收購, 主要就是收購賓達那件事, 是有六七間公司的,最多是川河、賓達那些, 那件事是令到徐鋒和湯君蓮被告的, 我遲些再詳細講, 這個就是他一個股票大adventure的partner就是湯君蓮, 這個是和買賽馬車會同時的, 所以賽馬車會又是有林建岳, 湯君蓮,太平洋電纜,其實這些人是投資的, 好,這個是一方面, 另外一個他又想走進去做股票, 另外一個帶他進去做股票的人就是丁偉, 其實兩件事都搞到鴻燊聲名浪跡, 這個就是這個時候, 那時候政府有調查他, 他找洗人跟他說, 我輸口仔你不用這麼說話,大家一場輸口, 另外一個人就是丁偉, 丁偉就是一個加拿大的華僑, 他創立了善美電腦, 創立了善美電腦, 這個都是很小的生意, 這些生意有什麼生意呢, 後來他做了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那時候大家都知道, 我們小時候, 所有衣車都是性家衣車, 那時候衣車值錢的,大家知道嗎, 我老爸會拿了一件驚天動地的, 就是有一個位置在車, 那車就, 你不能整個衣車托走了, 他就拆了那個膽子, 那個引擎, 就是踩那個引擎和那個車頭, 拿去當譜, 當譜都可以, 就是完美熟分回來, 這個衣車值錢, 性家衣車, 性家是一個老牌機構, 做到那時候, 就是不行了, 這個丁偉就用兩億美金, 就收購了這個性家衣車, 然後把性家衣車拆骨, 另外他加入了安永的一個partner, 叫做何永安, 這個人後來有一間公司叫做嘉穎, 這些詳細情形, 我就下次再講, 但anyway, 在性家那件事件上, 他透過財技, 是說賺了幾十億, 而何鴻燊是做了主席的, 於是又把何鴻燊的名字, 就是involved了下去, 而何鴻燊最involved in股票, 就是這兩件事, 而這兩件事其實都是失敗的, 好,這節到這裏,